9月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斯波利亚·李慈。 习近平高度评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立160年来,在国际人道主义方面开展的富有成效的工作,赞赏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世界和平与进步做出的重要贡献。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社会面临许多挑战,有些似曾相识,有些是新挑战。 在此形势下,中国没有独善其身,而是同世界各国加强合作,共同探寻解决之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就是希望和世界各国一道,实现经济发展,改善民生,互利共赢,为加强全球治理和人道主义问题治理,提供中国理念、中国方案。 习近平强调,人道主义是能够凝聚不同文明的最大共识。 中华传统文化中包含的人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想,同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宗旨相融相通。 中国秉持人民至上理念,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 面对新冠疫情,不仅保护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而且开展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全球人道主义援助行动。 事实证明,中国是国际人道主义事业的积极拥护者、参与者和贡献者。 中方愿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进一步密切合作,为促进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斯波利亚里茨表示,祝贺中国成为获得第49届南丁格尔奖人数最多的国家。 这表明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社会对于中国人道主义事业发展成就的高度认可。 中国始终尊重并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法,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了世界发展,助力了全球人道主义事业。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高度赞赏中方为国际人道主义事业发挥的积极作用和做出的重要贡献。 期待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合作,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以及国际人道主义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王毅参加会见 王毅参加会见